女士们先生们,欢迎韩奥会圣火入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观众朋友,我们看到火炬手已经和残傲圣火共同进入了鸟巢 引领残傲圣火进入鸟巢的,是我们十分熟悉的轮椅机舰运动员金金 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圣火的传递过程中 金金用她的阳光、微笑和勇敢向全世界展示中国残疾人运动员的风采 被人们誉为轮椅上的微笑天使 正是这种乐观和向上的精神 引领着金金从一个普通女孩变成了轮椅上的建设 带到中国人心目中最美丽的天使 石�o祿曲服务力地 石�o祿五百度 ��迦начечь 那伊皮是佳和彼的 城石�o祿哈 检出入鸟巢的 第三阐 星 石�o祿哈 口 天哨 精精点燃了糖尔会游泳金牌获得者 五云虎手中的火炬 五云虎是一名退役军人 军旅生涯赋予了他坚强的性格 1988年糖尔会上 五云虎一举获得男子A1级 100米挖友和200米混合友两枚金牌 并且打破了这两项世界纪录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第三棒火绿手是财奥会田径金牌获得者张宏伟 张宏伟出生在一个普通的牧民家庭 少年时因车祸不幸失去了左手 但他并没有因此而气馁 多年来在局方面连创加地 2000年在悉尼第十一届财奥会上 张宏伟一举夺得了跳远和三级跳远 两个项目的金牌 并且打破了由他本人保持的两项世界纪录 他一共获得了五十多项国内外比赛的冠军 第四位火绿手是财奥会举重金牌获得者张海东 张海东因小而麻痹后遗症造成终身残疾 1987年开始参加体育运动 用列鱼时间练举重 在1996年亚克兰大套奥会上 赢得了举重冠军 在第十一届悉尼套奥会上 他翻破世界纪录并获得冠军 2004年在雅典套奥会上 张海东担任了中国体育代表团的起手 并再次夺得一枚金牌 张海东点燃了塔奥会 前进精彩获得者孙长平手中的火炬 孙长平是我们非常熟悉的一位残疾运动员 他在第九届塔奥会上打破标枪世界纪录 退役后孙长平创办了自己的假支场 把全部的精力投入到残疾人康复事业中 他的精力也向我们展示了一个真实的残疾人运动员 在人生和事业中逐步成熟的过程 世界级大名 现在手持火炬的是中国残傲史上首枚金牌获得者庭亚利 陪伴庭亚利完成火炬传递的是一只可爱的导盲犬 皮亚利患有先天性白内障 1984年举办第七届残奥会时 我国首次派对参赛 皮亚利参加盲人跳远第二级的比赛 以4.28米的优异成绩夺得金牌 成为我国残疾人体育事业上的一个里程碑 如今皮亚利成为一名高级保健按摩师 2003年被评为北京市盲人按摩行业文明服务标兵 最后一位火炬手是台奥会田径金牌获得者 猴冰